凯文莫蒙老師 他說他蒸的這個鮮鮭 蒸了之後呢 效果有顏色的這個斑 是背後去想到他的筋鮭 是說他之前有用亞磷酸所造成的 筋的部分 算是在筋的部分有幾片效果 而是說中尾端呢 這個部分是比較正常的 嗯 這個看起來 實在看不出有什麼 因為你說這個有一點點 這種 這個葉子 稍微有一個這個 黃的腦袋集中在這個葉脈 這個葉脈都是綠的 這有的說缺媒 其實不見得是缺媒 這你要小心 這應該是這個乳菌病 這應該是這個肉困 這個機會比較大 所以 看起來這個應該是 跟這個肉困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那麼在這個 張卡家 這個同鄉 由於這裡就開始有看到 所以 基本上還不然會認為 會認為說 這有這種 顏色的這個 這應該不是 看起來應該不太是 不太是去傷到 應該是這個 這個 這個陸菌病的這個發展 所以呢你要小心 這還是要做好 那麼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陸菌雖然說肉困 這 很容易 這個 很容易在這個 我們 比較老好的一個地方 心目的通常比較賣 這個比較嫩液的地方 所以中老葉 比較容易 一角一角 一角一角 這都比較嚴重 這應該是這個 這個 肉困 所以你這個起來 應該是 那麼你 可以用這個 譬如說你用這個 雅磷酸 雅磷酸 你這段時間 濕度比較高 你用雅磷酸 雅磷酸 那麼是不是去傷到 基本上應該不太會 這個雅磷酸 你如果是 灌 五百倍以上 不要說 灌頭灌 一百倍 這樣有可能傷到 你如果灌五百倍以上 這個 灌頭 要傷到 機會比較小 那 肉困是不是 肉困 如果傷到 通常 他的蜜蜜 會 臭搭 他不會 這個 所以這是這個 肉困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在這個 這個 隧道裡面 一定要注意通風 因為 如果通風不好 濕度高 那麼 肉水多 那麼這段時間 就容易到 這個 肉困 所以呢 不然在這裡特別 提醒到 我們好朋友 你在營 你消息也要噴 你說我沒有要用農 你我穿幾層 自己吃而已 還是說我這個無毒栽培 那麼你也可以選到 使用這個 這個細片 一種的這個東西 來做這個處理 相信這個效果 應該還可以 那麼這提供 給我們這位 提供朋友 你在管理上 稍微做這個參考 這應該要稍微 來稍微注意到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提供 給你稍微做一下了解